大家好,我是被美虎哥 这个视频我想给大家看看我新买的HoloSund 507的一个小手枪的红点 咱们前几个礼拜已经说过这个 Boris Fastfire和Vortex Venom这两个红点 当时我说因为他们这两个中间只是一个点的话呢 我觉得并不是很好,尤其是在手枪上用 因为手枪在晃悠的时候呢,不是那么容易找到那个点 然后我觉得可能这个HoloSund更好一点 因为它是一个圆圈,中间一个点 所以说呢,我在打折的时候呢 花了230块钱左右,买了一个HoloSund 加税的话就250了 然后咱们现在把它打开,看看里面什么样 然后呢,我顺便把它按到我这个手枪上 那好吧,咱们先看看这个什么东西吧 HoloSund,就是HoloSund所有的壳都是一个塑料盒 打开呢,就是这什么,擦镜布 里面一个说明书 一个这个吧 然后呢,里面的话呢,就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很小的,看起来很小的一个红点 然后咱们一会儿仔细说一下这个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啊 就是改锥 然后螺丝,一个螺丝 这是什么东西,第二种螺丝 为什么有区别 一个粗一个细,可能是 可能跟枪有关系吧 因为每个枪的话眼不太一样 可能这个玩意儿 还有什么东西,其他就没有了 那就把它放到旁边 那咱们先说说,仔细说一下就是 这三个有什么区别吧 因为我发现的话呢 首先看上去的话呢 这个HoloSund比其他要小多了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眼 它的镜子从前面的话呢 从后面看的话呢 HoloSund是很小的 它比这个Boris Fastfire要小不少 而且要窄不少 而且要矮一些 然后这个 这个什么 这是Vortex Venom的话呢 Vortex Venom更最宽 高度的话还好一点 它的 难说是好处吧 它的只不过就是 看这个镜子的话呢 它是一个怎么说呢 它是一个正方形的 其他的话上面有个弧度 然后它的旁边这个框很厚 厚了比其他的厚一倍 所以说还挡了不少的一些 就是挡了不少 前面打的话呢 挡了不少目标 但是的好处呢 就是应该是 它这是铝合金的对吧 所以说 因为它厚 所以说比这个要金蚀 金衰 然后再看其他的话呢 这个的话呢 就是它是搁的一个小电池的 小电池的地方插进去 它的好处就是说呢 把它 把这个 把这个 红点挨上去以后的话呢 想换电池的时候 不需要把它卸下来 这样的话不会Lose那个Zero 当然了 这两个红点的话 都是从上面的话 而且这两个红点用的都是3032 还是那个就大一点电池 很容易买 这个是可能30还是2016的 所以说难买一些 但是然后它的控制的话呢 就是有两个点 一个加一个减 比这个的话呢 要好一些 因为它这个加减的按钮大一些 然后这个比如说Bury 只有一个点 对上上再下 然后Vortex这个按钮很小 所以说要着急的时候摸不上 还有什么事儿 然后呢 它在里边的那个红点的话呢 说实在话 它是一个32MOA的红点 普通的HoloSun的话呢 都是62还是65 所以这个圆圈是比普通的小一倍 然后然后那个红点的话是一模一样 都是就是HoloSun典型的一个红点 看上去不错 咱们先把它按上去 然后咱们看看那手机上怎么样吧 安装的时候 安装的话很简单 就是 就是它是 它这个foot pin不是RM2的 它是比RM2还要差一些 我还不知道什么样 但是呢 我在给我这把枪的时候呢 买了一个它的一个plate 这个我已经按上去了 花了一些时间 所以说 因为上次的话呢 咱们花了很长时间去把它安上去 我这次已经是自己把它安上了 所以说现在只要把它 它插上去 和用两个螺丝把它拧上去就行了 这个螺丝是从这个 从这个小下面这个plate拿来的 就是他们给的 所以说不需要用HoloSun自己的 这个什么螺丝 因为它主要是看它长度了 按上去的话很简单 就是拧几次就进去了 它的好处 这个它给的这个螺丝好处呢 是因为它已经给了那个 蓝色的Locktite 所以说拧进去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不需要害怕说这个螺丝 打一些子弹以后呢 会松 好上去 就这么按上去 手枪上的话呢 说实在话 这个看上去很容易 因为 比如说我在晃这个手枪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红 这个红点 它不是个点 它是个环 这个它环很大 所以说很容易就知道 哦 我描的不对 然后这样的话 重新再去 重新把这个手挪一下 就可以找到这个点 这是非常好用的 然后呢 它这个环挡了一些 对 就是这个环呢 挡了一些 一些view 但是也不是很大的毛病 因为两个眼睛的时候呢 这个眼睛的话呢 会把这个看不见的 这个视频 不是视频 看不见这个前面的东西 会补充上 所以说也不是很大的毛病 对吧 它的好处呢 还有一个叫做shake awake 好像我没用过 但是听说就是说呢 它比如说八小时以后自动关 然后只要枪一动的话呢 它里边有个那个 里边有个东西 然后它就会 它就会自动亮 当然了我 没试过 但是它的好处就是说 比如说 在身上 在身上戴着枪的时候呢 在走的时候呢 它不会说它自动关 而且要你要是做了一段时间 把枪一拔出来的话呢 它也会 马上就亮 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 对 这个不错 然后有一点点 我不是特别 不要看自己 有一点点 我不是特别喜欢的话呢 就是说 好像这个 怎么说 刚才我看见好像是 它前面这个 它前面这个 铝膜的不是特别漂亮 可能没有比这个漂亮吧 起码它是 镀的这个漆不是那么好看 但是其他的东西的话 都非常非常好 然后我看里边这个 这个 这个玻璃的话也是很厚的 是 比这个要 哎 差不多厚吧 差不多厚 但是 嗯 可能粘的可能并不是很好 因为它里边有一点白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 挺奇怪的 嗯 还是ok的了吧 反正 一会把这调一下的话呢 咱们就可以 下一次去巴掌的时候 我就可以打这个 拿这个打打试试怎么样 那好吧 咱们今天就暂时说到这里 然后呢 咱们下个视频见 好 拜拜 拜拜